如果他裡面填的東西不是你要的格式的話 一定要包含什麼或者是說裡面好像有什麼規則 一定是 什麼什麼 電子信箱好了 那你可以去驗證他是不是打了一個email信箱 這以前 要在那種開發環境裡面才有的 他幾乎都幫你做上去了 最後的話你就怎樣 直接 查看即時表單 最後把這個表單有沒有 123 人家可以提交 然後他就可以幫你把結果放在試算表裡面 如果說今天這個試算表裡面有人變更的話 你就可以怎樣看一下 所以這邊有個叫做 查看回應 這個查看回應就是一個Excel的一個你可以在這邊設定什麼工具 通知規則 如果有任何變更的話 馬上通知我 我就可以知道這個表單裡面有人填資料 上來看一下 OK這樣子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所以這些功能是 Excel沒辦法做到的 OK 所以這邊的話 提供一個參考 那剛剛的這個 範例就是可以直接把資料 抓到我的這裡面來 那你要做後續的處理你就可以直接針對這裡面做 處理 另外你也可以把它錄製成一個劇集 比如說你每天要看盤 看哪些盤 你可以做個劇集 錄製下按下去 每次每天就按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那個資料可以馬上清掉之後 update 清掉update 可以保持這個資料是最新的 那如果說你 放進來資料 假如說你要做一些格式的話 當然你可以在錄完劇集之後 自己再套用一些格式 或者說後面 假如說你要再改寫 這個劇集也可以再把 VBA寫在後面都不會有問題 這個是一個補充說明 那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可以再試試看 那再回到我們剛剛問題9 問題9裡面的話 如果你要快速篩選的話 首先你會面臨到第1個問題 業務到底有幾個人 你不知道 所以 你要怎麼辦呢 很簡單 第一個Ctrl Shift向下 不過這裡好像 匯入進來的資料會有空的 所以我剛剛已經把雲端的上面的 空的 空的這些 資料表先把它刪掉 否則它好像會找到這個 Ctrl Shift 向上 好了 大家把它